在台湾进入政治开放之后 广告本身颠覆起来了 有一些奇迹怪怪的广告 那时候很多人说 怎么搞的 台湾的广告怎么比电视节目本身 比连续剧本身 比新闻还要好看 那段时间非常多 各行各业里头的材质 都放下了他们原来传统的工作 跑到了广告业 那是广告业的黄金时期 不论广告的形势怎么改变 加入社群媒体啦 或者是你整合行销啦 或是举办体育盛事 这里头最重要的 还是那个原创精神里头的内容 我们特别访问了 两位代表性的人物 第一位是台北市广告代理商 也同业工会的理事长邓博文 第二位是非常著名的滚石集团 他可带动了很长一段时间 代表华人最重要的流行音乐文化 我们访问董事长邓忠宇 台湾的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的焦点 和它的重心 其实可以摆在内容这个方面 就是说应该把 我讲内容比如说像音乐 电影电视 或者是我们讲一些 其他的跟内容相关 延伸出来的一些产业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直都是台湾在发展 文化创意产业的时候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优势 那主要的原因我想还是因为 它累积了很多很多重要的一些 文化的底蕴 它的基础是很强的 台湾的广告界 美金发展60年的时间 我觉得有相当的创意的软实力 那加上现在整个AI的演进 人工智能演进 台湾又有很强的科技力 所以对于未来台湾广告界的发展 我认为如果再过去创意力 再加上科技力的话 应该可以展演得更好 未来跟消费者的互动可以更深度 那从此再获得一个数据力 所以说创意力 科技力加数据力 我认为会创造未来 整个广告业的一个全新的面貌 接下来我们有三个奖 都是压轴的最大奖 第一个是今年度的金手指最大奖 金手指最大奖 我们最后把它颁给了一个叫 很特别的广告 叫圆翠 他做的广告叫做 什么都不做 当然他谈的主要的是 现代的人太忙碌了 当你要忙碌的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可不可以喘一点气 让自己把手边的工作先放下来 沉思一下 接下来你的工作会做得更好 不过 以现在全世界政府的不作为 这个什么都不做 可能在全世界早就已经有了很多 这种类型的什么都不做的部长 OK 但无论如何呢 它引起很大很大的一个回响 让我们来看今年最大奖之一的 金手指最大奖 如何提醒上班族 在极端的忙碌中放松一下 圆翠新配方 含有让人放松的茶氨酸 让忙于做什么的上班族 不做什么 我想他这一个案例呢 他最后是一个很好的洞察 就是当我们都想到一个上班族 都在考虑是我要做什么 他们就反其道而起 就想到我们是否可以不做什么 于是 这个案例他们就在网络上面 在发展一个 成立一个不做什么部 然后把这样的一个虚拟的部门 却向全体的网民来进行招募 也就是说大家都能够来申请加入 这么一个部门 叫做不做什么部 而最后一项部门的 公司的成员 它可以得到很多的纪念品之外 大家还能够互动 也藉由这样一种社群活动的号召 吸引了六万多人的参与的同时呢 也把这样的一个产品原粹 它所带来的一种品牌的精神 就是喝了茶可以放松 这样一种诉求 跟消费也做直接的沟通 那这样一种线下线上的一个搭配呢 得到我们提起了非常大的肯定 大家其实都是一直忙于工作 然后我们就想说 我们应该提醒大家 不要这么忙 偶尔停下脚步来 那因为我们喝茶 其实就可以让人家放松 所以我们就想说 那我们就利用我们的产品原粹 它可以就是让你想要放松的时候 喝一口就可以得到一个放松的时刻 所以我们其实想要做一些 就是只是一杯 虽然只是一瓶茶 但我们希望能够做一些广告嘛 就是想要对社会做一些有影响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是跟大家讲说 当你忙于做什么的时候 请你一定要停下脚步来 不要暂时不做什么一下 我们真的是希望说 我们这个案子除了有一些娱乐感以外 也能够提醒台湾的人民们 大家真的可以放松一下 不要这么平等 我们不想再看到很多一些不好的消息出来 你抖过你的肩膀嘛 我这句话是有伏笔的 因为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 今年一个最大的广告奖的得主 他同时获得了三下大奖 这三下大奖里头 第一个是时报金项奖里头的最大奖 第二个是交通服务类的金奖 第三个是金手指创意类金奖 他到底是什么广告 可以同时获得三上大奖 先抖一下你的肩膀 OK 不是因为你有五十肩 请看一下广告 其实最大奖并不是一开始就产生的 因为从所有的金奖作品里面 都有资格来去争取最大奖 那其实金奖的作品很多都很优秀的 但是我们发现这个作品它很不像广告 第一 第二它很能 这个作品基本上在市场上引起的反应是很激烈的 然后这个作品也好像不是广告公司做出来的 当然这些都是背后的原因 那有一些很成熟的金项奖的广告 它就是一个广告 所以这个作品最后变成最大奖就赢在它不像广告 那当然它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 它的呈现是很符合品牌的 它就是Skoda的聪明的就懂 聪明的就动 我认为如果它没有这一句话 聪明的就动 聪明的就动 这个事情它可能得最大奖的机会也不会太高 那这表示品牌在传播上面是很重要的 因为对于Skoda Skoda全球的策略就是 这台车很好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懂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它把所有看起来像广告的广告 比下去了 就评审就一直认为它是一个最好的作品 过去啊Skoda在欧洲甚至在台湾都觉得是一个很务实的品牌 很超值的品牌 然后功能很多 所以我在购车的时候都是理性思考 就是说这车可能好像蛮实用蛮划算 所以我买这台车 可是原厂方面跟我们的企图都是希望Skoda这品牌是大家会喜欢的 会能认同的 所以我们的方向都是Skoda打造成一个年轻的品牌 有活力的动感的 跟一些欧洲进口品牌做出区隔 所以这个目的决定之后 所以我们就创造了这个Campaign 那这个Campaign很成功地吸引到过去我们没有吸引到的客群 在发想到执行的过程 我们的挑战其实是在于说 斗尖5是一个一个动作 一个一个网路上流传的一个 我们叫popular的这个stuff 可是它跟我们品牌怎么做连结 跟Skoda的品牌怎么做连结 真的是当时我们最大的挑战 那最后很高兴我们想到了一个很好的连结 就是喜欢Skoda 不需要语言就是动 Just Dance 我翻译中文叫做聪明的就懂 聪明的就懂 聪明的就懂 聪明的就懂是我们的这个品牌主张 聪明的就懂 就是老外如果去讲聪明的就懂 他会讲成聪明的就懂 所以中间找到一个很好的连结 到底在数位时代之下 每一个企业组包含我们 到底能够怎么样去因应 这样子的一个改变 那就像我讲的 它是Skoda的斗尖5 是一个数位发想的想法 那一开始其实我们很难去 我们叫Evaluate 很难去评估 到底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它能产生多大的效益 那事后来看这个结果是令人振奋 到目前一千多万人已经看过这个影片 然后也很多人分享 甚至连海外的 我在总公司的这个捷克总公司 当地的报纸也都报导了 这样子的一个行销活动 所以从事后来看 这个效益远超过我们当时想象的一个范围 那这也就是这个数位行销活动 目前让人家觉得很着迷的地方 因为它的成果可能是比你当时想象的 会高出数倍数十倍甚至数百倍 那Skoda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很高兴能够顺应整个消费媒体使用的改变 然后发想出这样的一个想法 四报皇广告奖 能够给我们这个全场最大奖 我们其实是完全没有想到 那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大的鼓励 因为我们是一间就是年轻的 小小的一个制作公司 然后也没有在做 也不是在做一个整个行销整合 一个这么大规模的广告公司 所以我觉得四报广告奖 其实非常地有态度的想法 然后很勇敢地给我们这个奖项 那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地鼓励 那我们的 我们喜欢做的事情就是 借由影像来讲故事 然后去创造一个有生命的有影响力的一个影片 然后希望可以带来更多的共鸣 那今天拿到这奖我们会继续更加油更努力 那也希望说有机会可以去创造更好的作品 谢谢 我看到最后这个奖有一点小得意 为什么 因为现在年轻时代不断地崛起 对我们这些老年人充满了威胁 但是这个奖最后就是告诉你 将是老的辣 今年最佳广告代理商 分别是金上奖的最佳广告代理商 还有金首奖的广告代理商 也就是不管是在网络上的 还是我们一般所了解的一般的电视广告的 最后的最佳代理商 都是由老牌澳美广告代理商获得 印象中这应该是 应该是澳美第一次 就是是十八广告金上奖 然后跟金首纸 这两个奖项 都是由我们拿到最佳广告代理商 应该我印象中是第一次 那其实这也证明说 其实台湾澳美现在的发展 就是说其实它不是单单只 专注在某一个面向 我们其实是全面的发展 然后用我们原来说故事 然后影响社会的这种理想性 然后说故事的这种能力 然后把我们的创意运用在 包括影片 包括影像 然后包括整合行销 包括数位的行销 网路的行销 社群内容的行销 所有的面向 然后在金手纸 然后跟金像奖 然后用各个不同的 创意的展现 然后拿到这一次的两个 这个等于是最佳代理商 这么多年 六十多年的广告 这么多年的金像奖 所有的形态都在改变 但是有一个东西不会变 那就是核心的价值 什么是核心的价值呢 就是你能不能够打动人心 人心 人的性情里头 所需要的某些东西 还是所有你的表现 手法之外 最重要的广告内容 我们看到各种不同的形式 有机器人出现了 有懂你的肩膀了 那有告诉你 地价可以是无价 在这个年代里头 它仍然需要你的鼓励 如果你愿意做一件善事 这些都是抓住人性里头 某些很简单的东西 然后把它无限的扩大 不论什么样的形态 最后我们回到人性里头 最好的善良 最好的美 最好的鼓励 跟最终的快乐 非常谢谢你收看今天 我们的特别节目 创意新世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